塔香小枕板条 药膳鸡汤 蒜泥白切肉等 共九道菜肴先后上桌 第六届人权半桌选在12月人权月 于昔日军法处的青岛东路旁举行 洗开24桌 邀请政治受难者与无家者们 在寒冬中热闹开饭 半桌现场还翻天 吃饭聊天之余也少不了炒热气氛的 鱼性节目卡拉OK欢唱 以及香肠与肉干的Shibala比拼 更有抽奖活动让参与者收获满满 虽然说大家可能彼此不认识 但是大家还是会很乐意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去跟人建立一些情谊 原作上的菜肴代表着政治受难者 与无家者的生命故事 人权半桌每年邀请参与者各点一道料理 并在用餐时分享自己的点菜缘由 我今天提供的所谓的白切肉 是因为我是说所让大家知道 当年我们在立岛那段期间里面 要吃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怀念我们过去曾经 在那个立岛那段期间里面的生活 人权半桌因政治受难者 陈青生的故事而展开 他在白色恐怖时代被陷害入狱 成了政治犯 初日后则在万华街头流浪三年 为了感谢当时一位厨师每天提供便当 支持他走过艰辛的日子 他便发想出街头艳客的方式将希望传递下去 我们只是出发点是在关心 给大家一点点的微笑 一点点的光芒 能够看到你们自己的未来 我一直认定这个伴桌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这么的和气 这么的和善的对待他们 是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非常期待的 祝拜了这一天 活动当天除了人权伴桌 周边也有人权市集聚集了关心人权议题的NGO组织 学校社团和友善店家 进行摆摊与短奖 期盼拉近大众与人权议题的距离 在人权伴桌系列活动中 每个人都有机会与无家者和政治受难者长辈 及各个人权组织互动 即便寒冷来袭 仍然开启了一场充满温度的人权饗宴 记者留听日张柏涵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